大家好 看看能不能播放 好 完成 今天又來講我吃極速簽 昨天我在旁邊煲湯 他們叫我不要煲太多湯 反而教人吃極速簽好一點 我今天就來教大家吃極速簽 這是昨天我們有一個其中一個Client 寫出來他的分享 由7月1日開始吃極速簽 每天是晨早 因為工作要好做 5時吃早餐 10時半要多吃蘋果 午餐和晚餐都是正常吃 平時去BUBU正常早午一次 但吃完後下午2時一定不停 最初一月已經腮得比較多 因為在內部的污足是清潔 但今個月開始吃低一點 便便便便了 症少了 症少了 症少了4寬 腰部瘦了2寸 沒有了小肚腩 座位也瘦了一點 現在期待大腿幾時瘦 早前5時要吃兩塊多士加極濃的咖啡 其實她也很棒 因為她也吃得下 一會兒就肚餓了 十時半再吃菠蘿包和其他東西 吃了極速簽後 十時半就不用多吃一頓 健康了 吃蘋果 而且最重要是不晚睡 她可以跟我們分享 她覺得睡覺睡得好 身體又精神了 這就是多謝其中一個朋友的分享 我想跟大家說 吃極速簽不要只看磅數 因為身體有四樣東西去看我們肥了一手 因為磅數反映四樣東西 骨落 水份 脂肪和肌肉 單單如果你看磅數 就有骨落和水份 但脂肪和肌肉 其實脂肪很輕 但很瓦位 所以這個朋友會看到她磅四磅 但其實她的腰是磅了兩寸 這東西反而是最重要 因為她真的減到脂肪 而且她的身形是瘦 你要身形瘦的話要磅數 當然要身形瘦 我們加了200ml的水 250ml 我先喝了極速簽 然後加粉 加了極速簽的粉 一包全部倒進去 那些人問我 幫助肌肉的肌肉 4粒症肝補 5粒益生菌 1.6粒酵素 全部放在裏面 一包全部放在裏面 然後蓋上蓋上 有個朋友說她不瘦 為什麼呢 因為她平時不吃早餐 她用極速簽來代早餐 當然不瘦 減肥是一出一入的 所以如果你是吃早餐 那你代餐才有用 如果你不吃早餐 你又找極速簽來代早餐 那就不會太瘦了 可能是瘦一磅 而且最好是 如果這個朋友就代午餐 因為她真的會吃午餐 蘋果汁 大家都說很好喝 是好喝的 而且喝完會覺得很舒服 在鼻子上 有人告訴我吃了她是肥膩的 反應都不同了 那好吧 我今天的分享到這裡為止 大家用心了 有什麼再PM我 拜拜 拜拜 用心 有一點點 有什麼 合理 我治頂的 老神 也然是 你 為了